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看望灾民 他的人设是退休老干部新系灾区慷慨解囊发挥余热 特朗普22日去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市还带去了14000瓶特朗普牌矿血水 戴着红帽子的老干部对乡亲们深情地说 你们没有被遗忘 我与你们站在一起为你们祈祷 了解董王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出门不捡钱就算丢的人每一个铜板都拴在内骨上 这1.4万瓶矿血水大概值1.5万美元 钱虽少 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 要董王自掏腰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董王还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0.8公里的一个消防站 发表了简短讲话 他说灾民需要的是答案和结果 而不是借口 太多次你们的善良和忍耐换来的却是冷漠和背叛 最后他提到了拜登 希望拜登从乌克兰回来时能为东巴勒斯坦居民留下一点钱 这句话相当有杀伤力 当灾区急需财政支持时 拜登这个老糊涂去乌克兰做个秀 一扔就是5亿美元胃口 5亿美元泽连斯基两天就能败干净 但东巴勒斯坦时灾民们却连一毛钱也得不到 拜登这不是背叛是什么 拜登不仅不去视察灾区 白宫还千方百计压制此事 炒作中国气球事件 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美国社会视线 但只终究包不住火 特朗普到俄州后火还是烧了起来 1.4万瓶矿泉水换来了什么 特朗普的民调匆匆往上涨 据福克斯等媒体统计 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 这两天已经远远甩开了 排名第二的博州州长德桑蒂斯 在全美范围内也已超过拜登 拜登班师回朝 将不得不面对独猎车事件 再逃避只会输得更惨 但白宫的初步应对并不聪明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原先拒绝为东巴勒斯坦市提供紧急拨款 因为拜登政府说灾情不严重 所以俄州独猎车事故 够不上援助标准 然而当得知特朗普要去灾区后 FEMA却改变了态度准备拨款 这说明拜登根本没有将国内问题放在心上 而是在政治压力之下 才做出了一点积极反应 目前加在拜登和特朗普之间 有两个最难受的部门 一个是美国环保署 一个是美国交通部 环保署署长里根为了拍拜登马屁 说东巴勒斯坦市的空气和水源 符合健康标准 然而环保署官员到了现场 又拒绝引用当地的河水 闹出了一场笑话 现在环保署又调整姿势 重新评估毒列车的影响 毒列车所引起的污染问题 大多数美国网友都在骂 有趣的是 推特上一些中文账号却在拼命洗地 国内网络平台也有人打着科学旗号 在努力证明俄亥俄州岁月静好 特朗普这些耳光 顺便也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先前美国环保署官员们宣称 受影响地区只有3500只水生动物死亡 上周三 重新评估为 俄州火车出轨事故造成的 动物死亡数量高达4.37万只 恢复环境所需的时间 目前无法确定 这仅仅8公里范围内的调查结果 从3500只到4.37万只 数字一下子跳了10倍 如此随意 美国环保署是在玩数字游戏吗 责任心在哪里 另外 货运列车行进速度如此之慢 却能造成如此重大的脱轨事故 而且脱轨事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美国交通部是有人在做事吗 交通部长布蒂甲奇 周四在事故现场是怎么说的呢 特朗普政府放松了对铁路和环境安全法规的管理 才导致满载危险品的列车出现事故 这锅甩得漂亮 一来暗示自己不用负责 二来踢拜登反击了特朗普 按照他的甩锅逻辑 那是不是还可以甩到奥巴马时期 再甩到小布什时期 一直甩到林肯头上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逻辑 现任官员必须为其负责范围内的事故负责 这是常识 美国现在最大问题是 政府机构丧失了问责机制 像毒列车事故 正常情况下 肯定是要有官员出来承担责任的 但现实中却没有 美国为什么出现这种施政乱象 这需要从政治方面分析 俄州毒列车带出来的问题相当多 但美国交通部的责任最大 其实在去年 纽约等主要港口集装箱运输严重堵塞问题爆发后 布地甲奇就应当被追究责任 当时这位交通部长对恢复正常运输束束手无策 他是怎么处理的 跟他老公跑去度产假了 西海岸码头集装箱堆到六七层 东海岸也在堵 卡车找不到要拉的集装箱 集装箱找不到拉他的卡车乱成一团 他却在跟老公当秋千 这对夫妻领养了一对双胞胎 要度产假两个月 根本不管美国老百姓面临的生活问题 但因为有同性恋这块金字招牌 谁敢说他什么 拜登对他更是宠爱有加 根本没打算进行问责 所以这次俄州铁路出事故 布地甲奇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政治正确凌驾于美国一切事务之上时 这个政府就不会再人愿意为国家负责 反正出了事都要先看 你是不是同性恋 是不是变性人 是的话平安无事 民主党难道不知道这样搞下去的后果吗 当然知道 但这有什么关系 受害的只是国家和老百姓 又不是这些政客 媒体只要天天报道中国气球 甚至都不一定会有人关心独列车事故 而且政治正确能带来大量选票 何乐而不为 如果拜登现在解除了 无能的布地甲级交通部长职务 那就会得罪一大批同性恋者 失去这些选票 与东巴勒斯坦市居民 失去健康的生活家园相比 哪一个重要 当然是前者 本来独列车事故 拜登真的能压住 然而 当特朗普这些耳光打过来时 拜登就不得不接招了 白宫新闻发言人 让皮埃尔昨天在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及拜登 是否将访问东巴勒斯坦市 他不敢再轻描淡写 而是说拜登总统在认真对待此事 此事非常重要 他还说 没有必要纠结 拜登为什么还没有到达现场 但他始终不回答拜登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美国媒体认为 拜登将会择势而去 因为这起事故已无法再遮掩下去 否则 特朗普会随时再出手 特朗普这次政治操作 并非仅仅是看望灾民 他之前还录制了一段三分钟左右的视频 称自己从未发动过战争 并能在48小时内解决乌克兰军事冲突 董王意图十分明显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抬高自己 踩下拜登 为2024大选铺路 俄亥俄州是一个摇摆州 共和党也想借此机会 将它变成了一个票仓州 拜登亲自跑去乌克兰作秀 是因为他将在下个月正式宣布 参加2024大选 先公开宣布 不会访问基辅 再突然现身 以达到戏剧性的效果 他要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勇敢的总统 为了捍卫自由民主 深入虎穴 不怕危险 然后被特朗普噼里啪啦打脸 不管这两个老头怎么斗来斗去 他们的心思 其实都不在美国人民身上 特朗普至少还有点人味 他反对吸毒 支持死刑 反对LGBT充斥在政府之内 虽然他是个坏老头 而拜登则是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把整个欧洲拖入泥潭 王八权和君子健还会继续出招虎欧 2024大选 不管谁输谁赢 我们看戏好了 但请记住 美国的流氓本质不会改变